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这个渣男正在跟自己的小姨子疯狂地做着减肥运动 在他已婚的无数个日夜里 已经不知道跟小姨子碰撞过多少次了 今晚的他们依旧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 可能是因为运动的过于激烈 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房门已经被打开 丽安娜透过门缝把里面的春色一览无余 颤抖的双手捂住嘴巴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她不敢相信这个和自己结婚四年的丈夫竟然出轨了 而出轨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妹妹 一片思绪涌上心头身体也不受控制摇摇欲坠 看着墙上的结婚罩犹如一把利剑插入心脏 四年的感情就这样破碎了 还是在结婚四周年的派对上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本该戴在自己身上的项链 却出现在丽兹背的脖子上 原来本就不是给自己准备的 可我现在该怎么办拍对上的他们显得狼台女貌 而我作为她的妻子却向着局外人 听着他们在房间里的动作和乌言晦语 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利安娜轻轻地关上房门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坐在床边思绪万千反正还没有孩子 离婚也太便宜 这对狗男女了一定要报复他们 次日清晨利安娜若照常吃着早餐 她很清楚为了报复两人仅靠自己是不够的 所以她决定要想办法拉拢旁边的玛格丽 这时乔治也裹着玉袍出来了 并关心地问利安娜昨夜有没有睡好 听到这话利安娜也是激动地握了握拳头 这时利贝兹也穿着同款白色玉袍出来了 不知为何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 也是询问自己有没有睡好 两人这是穿通好了吗 接下来利贝兹的话更让利安娜恶心 她竟虚伪地说自己想要的侄子 利安娜心里安安地想到想要小孩 你俩自己不会造吗 真想要小孩恐怕你俩已经升了个足球队了 餐桌上的利安娜意味深长地询问着利滋贝 把你那个要结婚的对象带来家里看看吧 利滋贝被姐姐的话下的惊慌失措 而利安娜在一旁淡定地继续吃着早餐 既然在一起了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掩的 难道我不能见你男朋友吗 转头问乔治你觉得呢 昨晚刚跟小姨子做完苟且之事的他身体一颤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附和着 面对眼前步步紧逼的姐姐 利滋贝只能以之前解除过婚约为理由搪塞过去 也借此理由故作委屈地朝房间跑去 一旁的乔治看着伤心的小姨子心里很是心疼 立即指责起自己的妻子 你为什么要提她的伤心事 随后跑去安慰小姨子了 丽安娜平静地吃着盘子里的东西 心里嘀咕到我错就错在让你们见了面 但是最后我一定让大家看到你们悲惨的结局 房间里丽安娜正躺在浴缸里 一旁的玛格丽听完小姐的控诉也是十分心疼 落大的府邸能倾听丽安娜的委屈的也只有玛格丽了 一肚子的委屈在这瞬间彻底爆发了 两人在浴室相拥而泣 发泄完情绪的丽安娜开始了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只见她小声地在玛格丽耳边说了些什么 看着玛格丽惊讶的表情丽安娜安慰道 是他们先背叛我的我 这可是在帮他们 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刚出房门就碰见了乔治 看见眼前这张脸丽安娜就觉得恶心 想起自己之前 竟不顾父亲反对跟这种人渣结婚就一顿后悔 本想直接走开的她被乔治叫住了 我有事情要和你坦白乔治开口说道 难道她要承认和丽兹被做的苟且之事吗 乔治向丽安娜炫耀着我这次被授予官职了 丽安娜很惊讶 你偷偷去考了官职吗 因为麦克公爵的提议 我被特招了乔治自豪地说着 丽安娜里了李群角 果然无能的家伙狗改不了吃屎 当还是微笑着祝贺了乔治 此时的乔治 还自豪地以为是自己的能力终于被发现了 丽安娜一顿 无语又是一个普姓男 这时丽兹被捧着红酒走来想要庆祝一份 借着九亿他们深情地 看着对方丝毫不管一旁的妻子 不过丽安娜并不在乎了 她转身就要离去 丽安娜挥手告别了两人 见姐姐走远 丽兹被迫不及待地关上了房门 扑进了乔治的怀里 然后一把推倒了乔治 乔治仅用了三秒钟 就探索完了丽兹被的秘密花园 之后丽兹被来到了之前约定好的茶花会 交谈中提到了那个五年来 专给未婚千金写匿名信的封子 丽兹被哪有心思听这种事 她只想快点结束回家继续和乔治缠眠 次日三人聚在一起喝下午茶 这时丽安娜拿出了一封寄给丽兹被的信 这是你那神秘男友写的吗 丽兹被惶恐地一把夺过信封 随后慌张地朝屋内跑去 看着信上描述的种种细节 丽兹被愤怒将信撕碎扔进垃圾桶 晚餐上丽安娜拿出被撕碎的信则问起她 你喜欢的人给你写这么伤风败俗的信吗 说完便决定要重新帮妹妹找一个人结婚 此话一出丽兹被和乔治面露难堪 而丽安娜嘴角却露出一抹微笑 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酒会上这个乔治竟然抛下自己的妻子 去跟小姨子遇先遇死 听完姐姐对自己婚姻的催促 她决定把之前的计划提前 在公爵的酒会上丽安娜与乔治盛装出席 乔治一脸恭维地向麦克公爵问好 听着如此攀谈的两人丽安娜似乎明白了 乔治的官职不过是用金钱贿赂的来的 并且酒店的经营全靠自己和父亲的打理 功劳却全被乔治揽去 他为了一己之私 竟挪用公款购买官位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折手段 真是卑鄙 一转眼看见打扮妖艳的小姨子乔治 犹如失魂一般 借口去上厕所穿过嘻嘻嚷嚷的人群 来到丽兹被刚刚所站的地方四下寻找 这时一把扇子拍在了乔治身上 回头看见恶娜多姿的小姨子内心着火了一般 丽兹被凑上乔治的耳朵 妩媚地说着我在房间等你 林总还不忘用扇子撩了撩乔治的蜜桃臀 这一幕被远处的莉安娜看得清清楚楚 攥紧了自己的小拳拳 虽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好奇心还是驱使自己跟上去 刚来到门口 就看见这对狗男女在轻轻我舞 虽然早已知道结局 但委屈的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此时身后递来一张手帕莉安娜结果 道了一声谢谢便用手帕擦去泪水 却在此时看见了手帕上的亚里埃斯特 反应过来的他立马行礼 丽安娜劳德拜见陛下 原来是劳德夫人今天乔治成为官员是件好事 你怎么哭了这手帕你先拿去用吧 丽安娜听后也不解释道谢之后便退下了 望着丽安娜的背影心里感叹下次见面应该快了 此时丽安娜正在思考乔治贿赂官员的巨款 她要么动用了家族的财产 要么就是挪用酒店公款 一旁的玛格丽听完很是意外 没想到乔治竟然会变成这样 如果乔治是挪用公款 那上面追责下来一定会连累小姐和家人 丽安娜摸着桌子上的账本对着玛格丽说道 你打扫乔治的房间时 如果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告诉我 玛格丽一口答应这时房门也被敲响 两人同时看去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夫人该喝果汁了原来是送茶水的下人 她把果汁递到丽安娜面前 今天的果汁还加了草莓和芹菜 喝完好好休息吧 看着迟迟不走的下人丽安娜只好当面喝下 果汁中的苦涩引起了丽安娜的怀疑 下人连忙解释可能是芹菜放多了的缘故 正想再次询问的丽安娜 突然头晕目眩手里的杯子也摔在地上 看着如此的丽安娜 玛格丽担心的大喊夫人 一旁的下人也故作关心地询问丽安娜的状况 正想喊主治医生来被缓过神来的丽安娜拒绝了 我只是有点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打发走下人后 丽安娜立即让玛格丽找医生 并且不能让劳德家族的人发现 估计自己已经中毒了 丽安娜和玛格丽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木屋 在医生的建议下 做了全身的检查 为了不让劳德家族的人发现 做完检查的他们 便迅速地坐着马车回去了 刚要踏下马车的丽安娜 撞见正打算离去的一人 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丽安娜不由的疑惑 尼伯特丽兹贝的前苏 她怎么会在这出现 丽安娜看着离去的尼伯特 带着满脸的疑惑走进屋内 她和丽兹贝都离婚四年了 怎么会出现在府上 下午作为亲妹妹的丽兹贝 邀请丽安娜一起享用下午茶 在夕阳的照射下 品尝着浓郁的咖啡 丽兹贝不解地问道姐姐 你哪里不舒服吗 一旁的丽安娜被问得愣住了 你在说什么呢 听说你今天去了医院 是因为哪里不舒服才去的吗 为什么不叫主治医生 丽安娜心里一经丽兹贝 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行踪 这才想起来刚刚的马夫急匆匆要走 丽兹贝慢悠悠地说道 我是听马格丽说的 丽安娜又怎会相信 她为了挑拨离间说的鬼话 是马格丽不舒服我陪她去的 丽兹贝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下还好不是姐姐病了 下一秒细心腹体的妹妹 直接抱住了丽安娜 你可千万不要生病 回到房间的丽安娜 如释重负她命令马格丽换个车户 还有一声 如果有人想用钱收买 她那我们就出双倍 次日清晨丽安娜 看着如此开心的乔治 提出要帮她细领带 第一天上班这么开心吗 我的梦想 就是跟父亲和祖父一样 成为官员当然开心了 丽安娜手里的力道 缓缓放大心里的不满 都发泄在领带上 此时乔治 已经喘不过气了疑惑地 看着丽安娜 我也是看见你围观 太激动了不好意思 来到工作地的乔治 收到了同事们的应变 还收到了丽安娜送来的花 接过花的乔治 看见还有一封信 拆开信封 看见里面的内容心头 一紧连忙将信藏在身后 并向同事们解释 是妻子送来的贺卡而已 同事们纷纷投来羡慕之色 你们夫妻感情真好啊 丽兹贝 可能是全世界男人 梦寐以求的小姨子 每当乔治 懦弱无助寂寞难耐的时候 丽兹贝 都会在身边满足他激励他 下班后 乔治赶紧把收到的神秘信件 递给丽兹贝 只是简短的一句话 就把乔治下的菊花一笔 怎么办丽兹贝 是谁想威胁我 那个人究竟知道 些什么是贿赂的事 还是我跟你的关系 看着慌慌张张的乔治丽兹贝 直接给他来了个大逼斗 替身醒脑 火辣辣的疼痛 敢袭来无助的他 又抱着丽兹贝哭泣 丽兹贝温柔地安慰到 不管是哪件事 他都没有证据 只不过是单纯的威胁而已 不用怕 房间内的丽兰娜和玛格丽 正在讨论乔治此刻的心情 下次什么时候 宋男丽兰娜起身说道 等等吧 丽兰娜不敢怠慢 立刻前往宫殿 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下 两人相对而坐 劳德夫人知道 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应该不是为了拿回 区区一条手帕 才把我叫过来的吧 当然不是顺便想和你 吃个饭聊一聊 最近税务的情况 诺登的资金管理 还算透明吗 听到此处的丽兰娜心里 一经之前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乔治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看着眼前的丽兰娜 压力面露微笑 我相信夫人的为人 但有些事情 不会在你眼前发生 希望夫人能尽快查出 此刻的丽兰娜神情严肃 诺登酒店 是父亲留给自己的礼物 我绝对不能让她出事 丽兰娜眼神坚定地 对着亚力说道 不管对方是谁 我都会把她找出来 看着丽兰娜的样子 亚力也选择相信了她 丽兰娜走后一旁的人 也上来建议到 如果丽兰娜和伯爵 是一伙的 那她回去定然会销毁证据 亚力思考了一番 想起丽兰娜坚定的眼神 我想她会把乔治 交出来的如果不是 那我一定不会放过诺登酒店 回到家的丽兰娜 静止地走向了 丽兰娜的房间 此时乔治还在房间 那两人正商量 如何掩盖自己的丑事 丽兰娜走进屋内 你俩在一起 尴尬的两人 顿时不知该怎么接话 这时丽兰娜指着 桌子上的礼盒开口 说道是乔治有事要问我 随后乔治一脸紧张地 打开礼盒 拿出一条裙子 这是为你准备的 丽兰那面带微笑的 接过裙子 谢谢你为所难 回到房间的丽兰娜 直接把裙子捡了 然后交代一旁的玛格丽 把她全部烧了 看着熊熊烈火 丽兰娜告诉玛格丽陛下 已经知道 乔治挪用公款的事 今天叫我过去 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这是想试探我 如果我想保证诺登酒店 就必须找出 乔治挪用公款的证据 丽兰娜眼神坚定 这不是正合我意吗 次日丽兰娜受邀 来到肖伯特府里 肖伯特夫人 对着众人宣布着 女儿的婚礼 即将到来 希望各位到时都来 接过请帖众人 纷纷祝福 并询问新郎是谁 是尼伯特少爷 所以到时候 希望劳德夫人 不要把妹妹带来 丽兰娜尴尬地回应着 当然了 我可没有这么不懂事 告别众人 后丽兰娜就回了家 正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丽兰娜询问起 之前的检查结果 也该出来了吧 刚说完一开门 差点亲上眼前这个男人 抬头望去 原来是尼伯特 还好没亲上去 不然尴尬的脚 都能在地上 抠出三十一厅了 礼貌地祝她 新婚快乐后 丽兰娜就想走了 不料尼伯特一把 抓住她的手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丽兰娜十分震惊地 看着她这个渣男 难道被我的美貌迷住了吗 丽兰娜把尼伯特 带到房间说吧 你有什么事 看着高冷的丽兰娜 尼伯特笑了笑 你一点都没变啊 你还记得 我跟丽兹贝订婚前吗 丽兰娜的妹妹丽兰娜 也不忍伤了她的心 第二天尼伯特 就收到了丽兹贝的订婚贴 从此丽兰娜和尼伯特 就形同陌路 在丽兰娜与乔治订婚后 丽兹贝又逼迫 尼伯特取消婚约 无奈丽兰娜只能带着丽兹贝 一起住进了婚房 将事情全部说完的 尼伯特如释重负 看着早已惊讶的丽兰娜 提醒到 小心你的妹妹 她可不一般 到了晚上 餐桌上尼伯特的话 在丽兰娜脑海里 久久不能散去 姐姐 你在想什么呢 丽兹贝的话 打断了丽兰娜的思绪 我在想白天的是 丽伯特要结婚了 我收到的情点 丽兹贝淡定的 加起一块牛肉 原来是这样 看着如此释怀的妹妹丽兰娜 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 随后又追问到 你为什么跟她解除婚姻呢 丽兹贝不屑地说到 性格不合就不太喜欢了 丽兰娜没再追问下去 不过 你现在也到结婚的年龄啊 听着姐姐 又开始催婚了 丽兹贝无奈地达到指导了 不过 我还是想和你们在一起嘛 三个人生活挺好的 说着身体就往丽兰娜身上 靠还抱着她的手臂 嘴里说着 真的不想离开姐姐 在丽兰娜眼里 这一切不过是 丽兹贝虚伪的说辞而已 这时注意到了 丽兹贝脖子上的项链 一个邪恶的想法 顿时在脑海里浮现 丽兰娜正想用力 拽丽兹贝的项链 此时乔治醉熏熏地走了过来 看见摇摇晃晃的 乔治丽兹贝 表现得极为担心 正想去搀扶 却被姐姐抢先一步 看着一旁 不知所措的妹妹丽兰娜 露出了一抹玩弄的微笑 当乔治从醉酒中醒来一眼 就看到了面前的丽兹贝 缓过神来一把 就将小姨子搂在了怀里 我们要这样偷偷摸摸到什么时候 丽兹贝拍了拍 乔治的后背放心吧 很快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缠绵完的两人迅速下了楼 看着狼吞虎咽的乔治丽兰娜 很适无语 此时一滴鲜红的血 从丽兰娜鼻子里掉了下来 丽兹贝和乔治 都向丽兰娜投去了担心的声色 丽兹贝连忙上前 帮丽兰娜捂住鼻子 姐姐 你没事吧 平时工作千万不要太累了 次日丽兰娜再次来到了当初的诊所 再这样下去 夫人最多再活一年 这结果犹如晴天霹雳 让她缓不过神 原来她已经被下药很长一段时间了 开始只是咳嗽头疼晕厥 但是最后会全身麻痹而死 玛格丽捂住嘴巴不敢哭出声 难道你完全猜不到毒药的来源吗 丽兰娜脑海里浮现出 种种画面丽兹贝和乔治 还有府上的所有人 还有给自己送下午茶的侍女 大概是他们所有人的杰作吧 想起这场本就不幸福的婚姻 又想起小时候自己和妹妹融洽的关系 想起之前的种种 不过是一场骗局 悲惨的回忆 让丽兰娜重重地摔倒在地 你醒醒啊 夫人玛格丽焦急地大喊道 躺在病床上的丽兰娜 听见了玛格丽的呼唤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医生说会给你做解毒剂 虽然你长期服用了毒药 但是如果之后定期服用解毒剂 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丽兰娜强撑着身体做起来真的吗 但是一想到我的妹妹想要我死 而我居然还想让那种东西 活下去真是自欺欺人 此刻的丽兰娜 丽兰娜更加坚定了自己复仇的信念 我要看着她从我身边失去一切 变得更加不幸 然后痛苦地死去 看着丽兰娜想要实行如此危险的计划 玛格丽也没有打算离开 她的忠心让丽兰娜潸然泪下 还好有你 不然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抱着玛格丽委屈的泪水 止不住地流 家人的背叛 让丽兰娜更加珍惜眼前的玛格丽 餐桌上丽兰娜不再催促丽兹被结婚了 而丽兰娜心想 你是想让我的孩子一起杀掉吧 这让丽兰娜更加坚定了报仇的决心 次日丽兰娜送别人要去上班的乔治 来到了玛格丽身旁 把乔治上班需要的财务部 徽章给了玛格丽 并嘱咐玛格丽以此机会 去看看乔治上班的单位有没有证据 玛格丽将徽章转交给乔治之后 乔治的一番话引起了她的疑心 她说自己会晚点回去 难道是有什么事吗 为了能听到更多的消息 玛格丽来到侍女的卫生间 因为这可是堪比农村大妈还恐怖的情报网 这是刚好两名侍女走了过来 果然在他们的谈论中 得知乔治和博金森侯绝不合 回到家的玛格丽 把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丽安娜 灿烂的笑容一下子在丽安娜脸上舒展开来 博金森侯绝可是世代培养出的有名学者 肯定看不惯靠贿赂上位的乔治 看来这次招待吃饭的时候会非常有趣 在夕阳的照射下 乔治喝着酒跌跌撞撞地走回家 不出意外 今天又是被上司骂了 由于是靠关系特招在工作上处处碰壁 一碟无用的资料狠狠地扔在了他的脸上 你不是担任过酒店的领事就这么办事的吗 面对博金森的指责 乔治跪在地上无言以对 本以为只要花足够多的钱 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地带下去 没想到上司竟是个油盐不尽的人 乔治拖着醉酒的身体回到家中 丽安娜见状不免问道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 这是乔治烦躁地说到工作上的 是你跟女人懂什么 随后丽安娜拿出一本书说到 这是博金森先祖写的 既然工作上的事 我帮不到你那送你本书吧 想不到你还有个博学多才的上司 随后放下书就走了 乔治现在听见博金森的名字 就很气狠狠地把书砸在了地上 次日乔治上班时 又什么都不会只想着马上又能休息了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丽安娜你怎么来了 我来为你的同事们送点糕点 看着如此细心地为自己打点关系 乔治感动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 送完糕点的丽安娜就走了 可她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邀请了博金森参加晚宴 安排好一切的丽安娜 正要回去去被亚利叫住 夫人好像很爱自己的老公啊 不知有没有被爱人背叛过 亚利的话戳中了丽安娜的痛点 你这是什么意思丽安娜问道 只是我经历过 所以好奇如果是夫人会怎么办 面对亚利的提问丽安娜答道 那我会让她遭受我几倍的痛苦 听到答案的亚利非常满意 希望你能保持这种想法 那样的你我非常喜欢 回到家中的丽安娜 精心准备了今天的晚宴 待客人坐满了餐桌 大家纷纷感谢乔治夫妇的盛情款待 当一位夫人正疑惑 为什么自己的开胃菜不一样时 乔治正想开口咋骂丽安娜 谁知丽安娜早有准备听说 夫人喜欢吃素 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看到丽安娜如此细心众人 纷纷忍不住对其夸赞了起来 可这让身为家主的乔治 十分不满 明明自己才是主角 正在郁闷之际吓人 来到他身边在耳旁 说到有客人到 乔治一脸疑惑 我邀请的人都到了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来我来得有些晚了 乔治没有想到 伯金森侯爵竟然会来 看见伯金森侯爵的 到来丽安娜赶紧邀请入座 这是乔治一脸紧张 因为伯金森被安排 坐到了他的对面 没想到侯爵大人会有空过来 本就对乔治没有好感的他听后 更是不爽 难道我不能来吗 如果上次没遇到你夫人的话 估计就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吧 此话一出下的乔治之发抖 那怎么可能啊 随后乔治度过了 他最煎熬的一次晚宴 好不容易等到 大家吃完该散场的时候 丽安娜又邀请大家 在府邸走一走 丽安娜带着众人 来到有许多收藏的书房 并承诺有喜欢的 可以随意翻阅或带走 看着诺大的书房 大家纷纷开始寻找 自己喜欢的书籍 伯金森一眼就看见了 熟悉的书本 伸手抚摸着书籍 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 看见先父所写的书 但当他打开一看 脸色瞬间变了 气得他狠狠地将书 砸在了乔治脸上 乔治非常不解 你这是怎么了 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 拿起书一看 里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侮辱性词汇 怎么也没想到 下属对自己的意见这么大 看着不满自己笔记的书籍乔治 才想起来那天 借着酒精干的唇事 赶忙解释到大人 这是个误会 博金森侯绝大骂道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笔记吗 没想到你连我的仙父都敢侮辱 你这是在挑衅我们博金森家族 你吃着国家俸禄 竟敢侮辱我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仙父 以后在财务部 你别想有好日子 过了自己好好觉悟吧 乔治直接跪在地上 哀求博金森侯绝原谅 博金森一把甩开乔治 并表示自己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见此亲警客人们纷纷告别离去 丽安娜缓缓走到乔治面前 你没事吧 乔治憋着一肚子委屈大吼道 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像没事吗 这下该怎么办 我的乌纱帽可能保不住了 这都要怪你 要不是你把那本书给我的话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刻乔治把自己的无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是只会一味地怪责自己的妻子 丽安娜冷笑道怎么可能会结束呢 她温柔地摸着乔治的狗头 说道不是还有我吗 乔治良心发现一把抱住了丽安娜 对不起刚刚不应该对你发火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认真的 我现在就只有你了 丽安娜拍了拍乔治表示 不用担心一切有我 卧室里丽安娜快乐地泡着澡 玛格丽在一旁 拿出一朵玫瑰恭喜夫人 很久没看到夫人这么开心了 我也很开心 现在才刚刚开始后面 会越来越有趣的 财务部门口乔治紧张地问自己 我能做到吗 想起丽安娜说的话 承认错误祈求原谅本 就是件有男子气概的事 丽安娜说的没错 如果说是因为年轻气盛 才做了那种事别人能说什么 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 并拿紧了计划书 此时丽安娜手里 拿着一份乔治转移资金的资料 第一次见能把软饭 吃得这么硬气的男人 丽安娜看着桌上的一叠叠资料 交代玛格丽 现在开始这些都要保密 想要彻底埋葬她的话 需要调整时期 很快就要进行税务调查了 不能把资料交到别人手上 知道了 但是隐瞒这件事也是有限度的吧 丽安娜淡定地说到 不用担心这一点 按我说的做就好了 财务室里 乔治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侯爵办公室的门 侯爵大人 我做好了上个季度 财务预算报告书 伯金森看着手上的资料 这种垃圾也叫报告书 你竟然还好意思 拿过来随手就扔在了地上 乔治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资料 被荡成垃圾不服地 说到哪里出了错 随即伯金森侯 决一脚踩在了报告书上 做到这份上 算是回答你了吗 乔治忍不住大吼道 太过分了大人 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这不是你作为上司的职责所在吗 伯金森冷笑道 你有把我当上司吗 乔治还想解释那是误会 伯金森侯爵却直接打断 竟敢把辱骂上司的话 写在先父的书上 你是真的狗啊 乔治还想挣扎着解释一下 伯金森却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如果你还想找借口就立刻出去 你还不出去是想我叫人拖你出去吗 听着同事们的议论声乔治转身离开 乔治家里 丽兹被哼着小曲走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里 乔治一顿无语不想说话 丽兹被见状用条条到乔治 伯金森侯爵好像疯了 我没办法跟他一起工作了 我要辞职 反正不工作也有吃有喝 对了你上午去了哪里 丽兹被被问得有点手足无措 你们猜他背着乔治干嘛去了 乔治很好奇丽兹被偷偷摸摸的 到底去了哪里 此时丽安娜走进来惊讶到 你刚才说什么要辞职 乔治则大声怒吼到伯金森 把我花了三天写的报告书 扔在了地上还大声吼我 我以后都不会再去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留恋了 还是回酒店工作算了 丽兹娜心里冷笑着 就你这废物还想回酒店工作 表面却安抚着乔治 要是就这样辞职的话 他们肯定会在背后说三道四 辱骂上司 被人家发现 最后只能无能地吵一架就辞了职 丽兹娜表示 如果这个坎你不卖过去的话 那你这辈子的梦想就破碎了 但是我都在在财务室 闹成了这样我还怎么回去工作啊 现在他们一看到我就说我是废物 那你是想听他们骂你一段时间 还是骂你一辈子都取决于你 你要么就去求侯爵大人原谅必要的时候 还要再次下跪 我是贵族怎么能轻易下跪 昨天那是情况特殊 你让我在清醒的时候 再去下跪我怎么做得到 说完乔治就转身离开了 丽兹娜见状也准备离开 丽兹娜随即在身后 问了句姐姐最近身体怎么样 丽兹娜被问的气氛 攥紧了拳头 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丽兹娜则不要脸都挽上了 她的胳膊 只是看你最近好像很累的样子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丽兹娜为了让妹妹放心表示 自己只是为了照顾客人 所以才会有些疲惫 丽兹娜又茶里茶气的 说到好担心姐夫啊 别看她表面很凶的样子 其实内心很脆弱的 姐姐一定要让她再向侯爵下跪嘛 丽兹娜一顿 无语你倒是挺关心乔治啊